帮助糖尿病患者远离压力的好方法,在最新发表的一篇医学报告中,研究人员指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,适当采取措施控制压力,有助于改善血糖的控制,可以帮助患者远离致命的病发症。 众所周知,控制糖尿病可能会带来压力,从日常护理,到控制血糖,处理社会对这种疾病的偏见,再到保持健康的饮食和日常锻炼,经常给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带来沉重的负担,这种压力也可能导致恶性循环。 如果任期发展,急性和慢性压力都可能进一步提高血糖水平,恶化血糖控制,带来一系列致命的并发症。 在急性压力的情况下,肾上腺素会释放到体内,引发血糖和脂肪的释放,从链石的储存部位释放出来,压力也会释放向二茶饭和皮质醇这样的激素。 它们可以抑制一倒数的作用,一型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方面不动更大,它们可能会从很高的血糖值降到很低,压力会使情况变得更糟,使这些人更有可能患上高血糖和低血糖。 这是因为代谢反应的增加,会导致肌肉和肝脏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糖,持续的压力也会使整个心血管系统紧张,有可能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 高血压在二型糖尿病患者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,但好消息是,压力管理可以为糖尿病患者带来特别的好处,从改善生活质量到改善心血管功能。 事实上,2014年发表在《荷尔蒙》杂志上的一项预研究表明,压力管理项目会降低平均糖化水糖蛋白水平,包括10分钟的横隔膜呼吸,15分钟的渐渐是肌肉放松的。 所以,当患有糖尿病时,控制压力是很重要的。 一切一种简单的小方法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很好的控制疾病。 定期锻炼,适度的运动,即使是短时间的运动,也会使肌肉使用葡萄糖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会降低血糖水平,断练还能降低体内应激激素的水平,包括皮质唇和肾上腺素,可以改善血糖控制。 二餐后散步,2016年12月,发表在《糖尿病学》杂志上的一项预研究表明,散后散步10分钟有助于降低整体血糖。 三,开始一种新的爱好,根据一项发表在《身心医学》杂志上的研究,参加休闲活动的人,比如和朋友们在一起,或者参加体育活动,都可以降低血压,皮质唇水平也较低。 除此之外,这些人的腰围更小,体重指数也更低。 五,学习冥想,2013年9月发表在《行为医学》上的一项研究发现, 患有糖尿病和关心病的人,在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冥想和正面计划之后, 他们的睡眠和更深层的放松,以及更大程度的接受疾病。 研究显示,16周的超验冥想,可以改善血压和胰岛素抵抗。 209、01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